来今天呢就是还是一个自恋者的一个教学视频 有好多姐妹就在我聊自恋者这个话题里面就会留言或者给我私信 说姐姐能不能你聊一下就是你怎样分辨自恋者 就这个事呢我不太想聊是因为很多 很多就是聊自恋者话题的这个博主他们都聊过 那自恋者分很多种很多种表现形式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这个思维的这个逻辑以及行为的这个模式 所以说是很好分辨的 我之所以不愿意聊是因为大家都聊过了 然后我觉得我聊没什么必要 但是呢问的人多了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大数据没有说把那些博主的视频推给你呢 那OK今天我用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教学工具啊 帮助你去理解就是你去看张翰在可能是两年前演的一个就是那种沉浸式的 就是第一视角的那个算是综艺还是算什么短片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沉浸式跟张翰谈恋爱 就在这呢就是我说的是张翰在里面那个角色 我就管他叫张翰了啊 就是我不针对张翰本人 我就说他演的一个角色 那个片叫亲爱的上线了 然后就是说呢张翰是在里面就是一个大明星 然后呢就是他的粉丝要去拯救他 大明星还需要人拯救 对然后你去看 就是你如果说呢就是你看到张翰这个角色 你觉得哇我好喜欢这样的男人 我就希望我的男朋友这样对我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警惕了 因为这个片可能就是一个测试哈 你如果就非常喜欢就是剧里面张翰这个角色的话 然后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你本身你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爱好 就喜欢这样的 这个咱不能去去评价了 然后再有一种呢 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你这个性格是非常容易被POA的 因为就是张翰 我说的是角色啊 我再说一遍 我说的是角色 下面所有出现张翰这个名字都是张翰在亲爱的上线里面 那个角色我不是说他本人 张翰他非常擅长POA 就是他在比如说他想夸你 但是呢他先贬你 然后再夸你 你说这像不像就是很多人的家长 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就是装不定 就说你你这个事你没做好 他披头盖眼一顿责备你 这个挺有可言 你就是没做好 很多领导也是这样 然后很多领导还是怎么样呢 或者男朋友哈 或者你的家长还怎么样 就是你做好的时候 他也惩罚你 所以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他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就可能又是要责备你了 就是像自恋者这种 他呢是为了控制别人 他故意表现的这种阴晴不定 就很多你在公司里工作 就是让你就是感觉不太舒服的领导 就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你这事做砸了 那他肯定是罚你嘛 就是这是对的嘛 要罚你就是你要付出代价 然后比如说你你这件事做的特别好 比如说你给公司带来的这个100万的一个销售额 或者100万的利润 别人可能就带来几万啊 你做的非常逗中 你是第一名 但是他也要千方百计的 找一个你的漏洞 然后去罚你 所以就是他阴晴不定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罚你 然后就是开始呢 都是要贬低你 然后呢最后再给你个糖 自恋者就习惯用这种 你们回去去看看那个张翰 他在里面是怎么怎么做的 是如果说你觉得他那个话术 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 这说明你现在还是一个正常人 你已经识别出来这个危险了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你觉得 这很正常啊 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 那我觉得你还是要稍微警惕一下 如果说你不是自身有一些 就是爱好的话 你还是就是多看一下 我建议你多看一下 就是关于自便者 或者你搜这个NPD 这个视频 就是你可能是已经就生活在一个 POA的一个代展纲里头了 然后你自己不知道 你现在已经不知道 就是一个人正确的这个直觉 正确的反应 正确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是什么样的了 你现在脑子里可能只有一种 就是相处模式 就是你必须被POA 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 但是你被POA的话 你永远都得不到幸福 这一点你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呢 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 这么一个关系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友情 一个爱情的话 那你如果说真要攀高枝的话 你确实你应该卑躬去西 你确实你应该 就是在一个低位 但是咱交朋友 不能说天天跪着交朋友 不能说天天被他打压 就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综艺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测试 非常好的一个测试 你如果说 你就是看他去 就是我建议你 还是捏着鼻子看 然后你可能会说 那林他自己看他去 让我们看 对我就是看他去 但是我 我在学习啊 对吧 就是我在分析他 就我不是说 看他为了消磨时间 为了玩 不是 我在分析他 我在想就是 如果说别人给我扒这样的坑 别人给我这样的POA 就是我会不会 就掉到那个坑里去 就我是在分析这个东西 你看就是张翰大明星 还让别人拯救他 这就挺可疑的 他可是大明星啊 而且他为什么要让 就是他的粉丝 女朋友给他喂饭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 就是装娇羞的这种老爷们 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是平等的 就除非说你 你生病了 或者说你全身瘫痪了 我给你喂饭是可以的 我做你的朋友 我需要去照顾你 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但是你手脚健全 然后就要就是 让我给你去喂饭 这其实是一种 服从性测试 你如果接受了这个测试 你测试通过了 你服从他了 他往往还会变本加厉 像这种测试 在那个片里面特别多 所以就是 就那个粉丝 原本不用去卷入 就拯救张翰的 这个行动里头去 就都是 张翰非得这么写 就非得让人去拯救他 对对 让人去去 去服从他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自恋者 他都有一个非常膨胀的 一个自我 都是把别人当成工具人 一而再再三的 去让这个粉丝 然后去做这做那 其实人的粉丝 生活挺好的 没有他 就是一样生活的很好 就反正那个片 我觉得他 就自始至终 就不太对 就非常的不对 如果说我的话 就我为什么要去 救这个大明星 我能得到什么 就是最后 我可能什么都没有得到 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他谈恋爱 为什么给他喂饭 我的天哪 我一看到喂饭 那个我都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完全受不了 这是男朋友吗 这是大明星吗 就简直无痛分别的 一个好大儿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看 说半天了 就是你们要去看 就是上次推荐那个 就是西部区的东西们 你们没看 就是你们生命中的 一带遗憾 你就错过了 就一个非常现象级的 一个影视作品 所以这次呢 你们要去看 然后如果说 你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你就去搜 就是关于自恋者的 这个视频 你看我的也好 看别的博主也好 whatever 没关系 你看谁的都行 我希望你们得救 好吧 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 给大家 我是戴林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吵吵